接下来各位朋友呢 我们想邀请的是 新加坡的朋友 那他呢本身呢 其实他的问题也不是很难 偏头痛而已吗 偏头痛能痛到哪里去 可是他不得了 他的头痛是偏到 半身麻痹的那一种 不是现在 他今年四十多岁 他也是很年轻 这些人我告诉你 像Shunny一样 我真的是羡慕到不得了 越吃越年轻 只是还没轮到我 那他本身是 偏头痛半身麻痹 从十多岁开始就到现在 那吃了我们的伯爹 他发生什么效应呢 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好吗 我们请欢迎 欢迎介绍给我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晚上好 所有的嘉宾 还有伙伴们 晚上好 我叫慧云 慧云 OK 好 那慧云 那你的问题是偏头痛的问题 那他到底给到你 什么样的不方便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是大概在年轻的时候 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偏头痛 起初偏头痛的时候 我都是服用Panador来止痛 那慢慢的Panador吃了 也没有效果 我要吃Extra的咯 Extra 然后我也是有去看医生 中医、西医都有去看 那西医是 只是给止痛药和放轻松的药 中医我是推拿 去做推拿治疗 拔罐、针灸 然后间中 我也是有服用营养产品 因为我自己的头痛 慢慢演变得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头痛发作的时候 会导致半边的脸也会麻痹 半边的脸 对 还有颈向、手也是会麻痹 和半边的身体也会痛 好厉害 它是半边的经络 从头到脚都拉紧 所以我给很多中医推拿 每个中医师都讲不同的原因 有些他是说 因为我的血液循环不好 供应不到脑部 那有些是说 因为我颈椎的问题 所以影响导致神经线被压 也有中医师说 假如我不继续做治疗 就要准备当皇后 什么皇后 就是躺在床上 被人家服事 慈禧太后吧 我们可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听得我也是很怕 不要讲你 我现在听我也是很害怕 那后来你又怎么会好像说 接触到我们的那个产品 我们的Badier 我是通过我的一位朋友 Christine 她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我 那我去office了解了这个产品之后 就开始服用 因为我知道活细胞 跟普通外面的市场 一般的产品不一样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细胞再生 所以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希望能够找回健康 对呀 像你又年轻又漂亮 当然要找回健康 不然就多冤枉 对吗 对呀 不过这话讲回来 我有一个问题 真的很想知道 你的中医师每一个人 讲到那个问题 说你一下子这个问题 一下子那个问题 请问你听谁的 我只知道我要把我的病治好 这个医生假如治不好 我就别人介绍给我 我就换另外一个医生 那我也有去照MRI 因为CE查不出原因 照了MRI也查不出原因 所以我只好继续给中医治疗 就当成好像保健 帮助我血液循环 那我也配合服用其他的营养产品 那在Christine介绍你服用这个Bertia之后 你什么东西你最先发现到了 什么改变是你最第一发现到了 就是我的偏头痛的次数慢慢的就减少 然后也不会说麻痹这些症状现在已经没有了 多久的时间了 大概在我服用的时候两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到减轻很多 那第三个月开始到目前为止 这个麻痹的问题还有就是手僵硬的问题都已经不再出现了 再出现 对 好棒啊 什么事好棒啊 全部这样就是说全半生的麻痹的问题算是已经解决了 对吗 那你还有再回去给医生看吗 没有我没有去给中医推拿了 没有去推拿了 那是不是件好消息啊 那除此之外你还有发现些什么东西是额外的 额外的 因为我本身是去年开始我的左边的牙齿牙龈出现问题 那我去给牙医看 牙医是说因为我因为我缩牙缩得太大力 所以牙龈破损了 那我就问医生有没有药可以服用 那个牙医跟我讲我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 没有药可以吃啊 那不就是不会好咯 对啊 我还问那个医生 我讲现在医学很发达嘛 人家没有牙齿都可以中牙 我这种牙龈问题 你不要跟我讲中牙龈 没有药可以服用 他说你这个比中牙还麻烦 比中牙还麻烦啊 所以他说没有药可以吃 他说假如你再继续刷这么大力 会影响右边也会影响到 就是说将来右边也不可以咬食物啊 哎呦 那你那个时候是真的是不能咬吗 还是是什么样的食物不能咬 好像硬的啦 酸的啦 那暖的 他是可以咬可是牙齿和牙齿之间不可以摩擦到啊 会很敏感 很敏感咬不下去 哦 原来是这样的话 严重到这个情形 那后来呢 我服用了这个大概三个月 不知不觉 好趣我自己真的很高兴 因为感觉上就是好像一个extra bonus咯 我原本是要治我的偏头痛 嗯 现在我的牙医生说不会好的嘛 可是现在我只是服用这个一套路胎素还没有服完 我在六月的时候这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就好了 嗯 哦 那好 恭喜他 嗯 那好 谢谢我们谢谢慧莹的分享 好 那 嗯 啊